大家好 我是飯菜布子吳老師 今天不是我來上菜喔 我今天要特別介紹我的小圖兒 那讓我小圖兒來做菜 讓大家看看他的功力好不好 好 來 陳偉進來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偉 我今年20歲 好啦 先不要那麼急 交給你了 我連你拿了 OK 那今天呢 我來幫飯菜布子吳老師 做這道造星栗子機 因為我阿嬤說愛說台語 才是台灣人 所以我今天介紹的食材 就用台語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導油嘛 那這是蝦椒子 這個呢就是造星酒 那這個就是冰糖 好 那再來我們介紹這個乾杏的香料的部分呢 這個就是腸仔 那腸仔呢 我們把綠色跟白色這兩個分開 那這個呢就是 香酒啊 酸仔 香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是粒仔啦 不要亂講啦 這個是 粒子 我們的生粒子好不好 那再來介紹我們的主要食材 這個呢很厲害 這是我們十八洋場的紅玉雞 這是我們的紅玉雞仔 首先呢 我們先把鍋子熱鍋一下 好 那我們就把油放進來 因為我們這個鍋寶這支鍋子 是不沾的 所以呢 不用像一般的鍋子一樣 要熱鍋冷油再下去 因為它也不會沾黏 所以不用怕 那我們先把油繞一繞 等它油稍微熱一下 我們就下我們的新香料下來 那我剛剛有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蔥綠跟蔥白分開 因為呢 蔥綠 它呢比較軟嘛 比較嫩 所以你一下去給它爆香 它可能就會爛掉 就不好看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像蔥白下去給它爆香 好 鍋子熱了 那我們就先把 薑 還有蔥白跟蒜頭 還有辣椒拿上來 我們這是先爆香這些 好 我們先把辣椒放下來 那我們辣椒也不要全放 留一些 等一下要告訴你為什麼要這樣 好 再來薑 還有蒜 爸爸這是蔥啦 做錯了 那我們蒜頭 放到比較後面 再拿它下去 因為蒜頭它的糖 糖量非常高 你太早下去爆香 會容易焦掉 OK喔 那我們這個也不用炒太久 我們就待會等它 香氣都出來了 就OK了 稍微給它略炒爆香一下 那我們香氣都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就把蒜頭放下來 炒它一下 炒給它香 那我們蒜頭的香味也釋放出來了 那接著我們就是 讓我們的紅玉雞肉下來 同時呢 就有一個反應會發生了 這個反應呢 你等一下吃完菜 你跟我說 喔 這紅玉雞太難吃了 腥味好重喔 那我會跟你說 跟我們梅納反應 對 我們現在就是在進行一個 梅納反應的過程 梅納反應呢 就是 蛋白質還有糖 接觸到高溫的時候呢 它就會釋放出一個香味出來 然後還會有一個上色的作用 那你等一下就會聞到 紅玉雞的香味 噗到你的鼻子去 我們現在給它炒 炒到略微上色就OK了 因為呢 等一下我們還會有一個燒的動作 讓它味道吃進去 那我們這邊的雞肉 我是放了兩包帶骨的雞腿肉 那兩包呢 大概是半斤再多一些 等一下我們調味掉 我就會告訴你大概要放多少 這個雞肉呢 也已經上色了 那香味也出來了 攝影師有聞到吧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調味了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冰糖放下來 那當然你想要放二砂 白砂什麼都可以 可是每種的糖度會 甜度會不一樣 所以就自己佐亮 我這邊是放一大匙的冰糖下來 那我們就先把它稍微炒一下 讓它有糖色出來 然後差不多糖色也出來 那我們再來把醬油放下來 再來我們給它嗆鍋一下 嗆旁邊 我這裡的醬油呢 我是放三大匙的 那你也可以依自己的喜好 自己喜歡的口味去調整這個比例 沒有一定固定的比例 所以這個三大匙你可以做參考 因為每一家的醬油的鹹度 或香味也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以自己的狀況 去做一些微調 好 那我們讓醬油先炒一下 讓它醬香味出來 然後我們下一間黑胡椒粉 那接著我們香味也出來了 然後肉 顏色也很深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紹興酒 150ml放下來 好 喔 香啊 紹興酒放下來後呢 我們等一下再加一點水 那我們水量也不要太多 不然等一下收汁呢 會很麻煩 收不乾 我們就稍微 醃到肉的8分 8分滿這裡就OK了 接著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 這個 很肥的生栗子放進來 因為生栗子呢 你沒有煮過 它會很硬 所以呢 我們就讓它鋪 有 有醃到醬汁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讓它煮 煮到讓它鬆軟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收汁了 好 我們現在就開大火 等它滾 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轉小火加蓋 我們差不多煮個20分鐘 再來試試看這個 栗子的口感怎麼樣 再來決定我們是不是要收汁 現在我們的醬汁已經開始沸騰了 沸騰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火關小一點 我們這樣 勃勃勃勃勃勃 太大了 我們給它轉小一點 大概轉到 小火這邊 鬆小火 我們就加蓋 讓它慢慢滾 滾到20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收汁了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說 欸 啊我可能外面生栗子 比較少見買不到 我可不可以放熟的 我不會跟你說不行 但是口感會有差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因為每一種做法 都沒有所謂的好壞 好 那我們就先卡 嘿各位兄弟們 那我們的這個栗子機呢 已經 好了 我們的 栗子已經鬆軟了 它已經做完SPA放鬆了 好 鍋蓋可以立起來厲害 好接著呢 那我們就開大火 給它比撲比撲 一直收支一下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小姿勢 我們剛剛加了150ml的紹興酒進去對不對 那有可能說 喔 這麼多酒 那我吃了開車 會不會被警察淋檢 不用擔心 我們這個酒精呢 在78.37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蒸發掉了 那我們剛剛煮了那麼久 都已經是100度 的這個溫度了 所以呢 裡面已經沒有什麼酒精含量 只有紹興酒的香氣了 好 那我們就給它瘋狂的開大火 瘋狂的攪拌 讓它趕快收支 OK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這些 顏色的部分放下來 辣椒 還有我們這個蔥綠 好 哇 讚啦 我最喜歡吃蔥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給它關火 好 拌一拌 拌拌拌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上盤 喔 香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裝盤啦 那我們在裝盤的時候呢 既然把它堆疊的 像一座小山一樣 這樣子呢 看起來有一點立體感 也會顯得比較美味一點點 好 OK 那我們最後呢 再撒上一些蔥花 給它做點綴 哦 美味一百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試吃了 那我們這個阿凱呢 是出了名大胃王啦 這一盤 開胃菜而已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今天我手藝怎麼樣 聞一下這個味道 胖喔 來喔 溫機起舞 來 水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來試吃這個栗子的部分 來 來 來來來 耶 我們就來吃雞肉的部分 來你先吃 好 不想餵你了 好 沒問題 好 好 好 我覺得它瘦汁的瘦得很剛好 對美貨 味道還蠻小的 對 非常的紮實 然後口感呢 非常的好 就是有點介於那種土雞 跟肉雞的那種中間 非常剛剛好的那種肉質 那我們試吃結束了 那這就是今天我們紹興栗子雞 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料理呢 或是喜歡我們Smile阿凱 都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看下次想要再看什麼影片 我再試試看能不能做給你們吃啊 好 那拜拜 謝謝